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里分类 产品的分类可以看到FA01,FA02,FB,FC,一类推 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的分类做出来 怎么做这个分类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调查出来说 100年看哪一个分类呢 这边的一个不合格的比例是偏高的 然后101年它有没有下降什么之类的 去做这样子的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提供 提供这边有一个叫Spring 如何去做把栏位划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选到这个栏位名称 用右键来去学 这边有一个Spring 点选Spring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原本的栏位在这里 后来改成什么 新增加了两个栏位 一个叫做产品 本来是产品中分类嘛 一个栏位 现在它针对这个分开Spring 变成两栏 一个叫做产品中分类的Spring 一个叫产品中分类的Spring 这两个分类了 所以很简单它就可以去创造出栏位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好 这都是我们等一下跟你分享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可以从栏位来去划分 那还有一个方法 来 麻烦请点选Spring 我们再新增加一个栏位 本来呢 我们这边产品的中分类 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 点选什么 这个Create 这边有一个叫做Create 然后新增加栏位名称 好 因为刚刚那样子的分类不好 它没有真的帮我把它分成FA FB FC FB 所以我现在要再把它 就是说 把这个产品的组分类做出来 所以怎么做出来组分类呢 所以在这边我就叫做组类好了 产品组类 然后接下来 这边用的是产品中分类嘛 可是其实它用的应该是 左边数过来两码 各位其实 如果说你们现在用最新版的话 它燃位划分 根本就不用再写这些什么left right 可是在这里呢 它用韩式的方式 就是跟你知道的意思哦 跟你知道的意思哦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输入left 然后 当我输入left的时候呢 接下来它一定就会产生一个刮糊 因为left它是一个韩式 然后你看一下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要去放字串 还有要取几码几个字元 那我是不是从左边要取两码 右刮糊 其实就跟easeal的一个使用方式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只要会使用easeal 我想在table这边应该都很容易来去完成 所以这边就输入left刮糊 然后产品中分类 逗号2又刮糊 其中你只输了几个字 left而已 好 OK 这样你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做产品组类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产品组类 快速点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是FA FB FC FD FE